就平时有很多小事 其实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就有很多小事 就是这个性格就特别矫情 在生活中忙得太多 我怎么就矫情了 我矫情 你还不矫情啊 就你那太小事 主持人 我俩在一起生活之后 他就开始没有工作 全都是花了我的工资 他花了我的工资 去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那是别人 谁能舒服 那是我朋友你也认识 咱们仨也一块出去吃过饭 一块玩过 你也直到过来没啥 你就说给别的男买微博 那说难不难听 再说你这事 我不是已经给你倒过钱了吗 咱俩私下说说就行了 这事就过去吧 你没了没了地说 而且我父母过来看过 你还跟我父母说 咱俩之间那事 出去不好就跟父母说 你那天让我 跟你父母买东西 但是我们俩的钱 就他不赚钱 我的钱全都放到他那 我没有私房钱 然后他让我去给他父母买东西 我用什么买 那你就当时就当我 父母面那么说 我不尴尬吗 你知道尴尬了 我不尴尬吗 他直接当时就怼我 当时就说 是他不给你俩买东西 那凭什么是我的问题啊 那我都把钱给你 你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然后现在你让我 给你父母买吃的 你这样做 我感觉不太公平吧 你跟我讲那么多道理干啥呀 你今天没了给我讲道理 鸡毛蒜皮小事 也要给我讲那些道理 还有就是特别矫情 矫情我都受不了 问一句啊 确实给其他的男生买了一条微博 对就是作为生日礼物 也是同学 原来的同学 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跟我说的呀 他跟我说的呀 是事前说的还是事后说的呀 事前就跟他说了 他一直不太高兴 这放在谁身上 谁能高兴 我又不是没跟你说 我又不是背着你 看你气的 钱现在都在您管 你管钱的是吧 所有的钱都在你那 他肯定也自己留的 没留 我一分我都没留 你怎么不相信他呢 就是我不太相信他 好吧 除了你觉得这小伙子 矫情之外还有什么呀 就是挑食 谁呀 他 你就一个男的挑食 挑食不应该是个分手理由吧 太奇怪了 你都吃些什么呀 特别不一样吗 跟我们 我平时就是 不愿意吃动物的内脏 然后很少吃肉 我喜欢吃一些青菜类的东西 那不影响感情啊 这跟感情有什么难 每次我俩也好不容易 有机会一起出去吃个饭 然后我要是想吃啥 然后他不想吃 一吃不着他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就跟我甩一点 对 接着就跟我不高兴 我俩去吃 我俩去吃东西 然后非要让我吃羊杂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我都是喜欢 想跟你一起分享 让你也觉得好吃 大家都一块分享 这事我拿出一个事举例子 我昨天让他吃饼干 死活不吃 我觉得那个饼干特别好吃 我让你吃你不吃 我不愿意吃饼干 对啊 你不愿意吃 那你为什么要强求我吃啊 我就不愿意吃饼干啊 对 你不愿意吃饼干 那你不愿意吃饼干啊 我体谅你 我还不够体谅你 说出去住就出去住 我还不够包容你 什么意思 怎么又出去住了 什么意思 我们俩原来大学ED店结束之后 然后商量一下决定搬到苍州 搬到喜住之后 他就要我天天陪他 那我是护士啊 我天天三班倒 我一天哪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他呀 一天24小时 我恨不得天天待在那个医院 那你说我怎么陪他 他更过分 他上医院去多 挂急诊 我看不着你我还不能去找你了 那医院是你家开的呀 让我一去给他打针 那你说这 我愿意扎针呀 就没见他是吧 对 我就是想让他愿意找他 然后呢 然后他后来就搬出去住了 就觉得我不陪他 那我在他我也看不见你呀 我大学毕业 我自己家也没回 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我天天能看着你几次 你能不能体谅我 一天吃三顿饭都我自己吃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吗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 我体谅你了 我后来搬出去了吗 我也不烦你了 搬出去 还好意思说搬出去 自己去单身宿舍 跟我商量 然后我就不同意 这算什么事啊 住得好好的搬出去住 那我看不见你 要和我搬出去住 有什么区别吗 你搬出去 你是为了搬出去住 你是为了出去玩 他后来就找工作了 找了工作之后 就说搬出去住 后来我发现 他是为了跟别的男的出去玩 出去蹦迪 你怎么总把这事说得这么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只是说就不好 那你还跟同事出去按摩呢 我跟同事出去按摩 我那是应酬 那你那周围都是女的呢 我是护士 我是护士 我周围男的都要是男的吗 你都给我气乐了 兄弟 你咋知道那兄弟呢 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 不像他们那些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嘛 然后就可能称呼就比较 哎呀 这老年人一般都怎么叫呢 来来来来 行行行 这次分手的重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来 嫌小气是吧 对 就是末期 小气 小气 还有别的吗 就很多小问题 就是攒了很久了 因为这么多年了 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提出的分手对吧 对 我没想着真分手 那你为什么要提分手呢 我就想着吓唬吓唬他 吓唬什么呢 就是我想着我要提分手 他可能害怕了 过来哄哄我 就不想跟我分手了 我非常要哄你啊 别整他没用 那么多事都是我哄你 我哄你 别整没用 哎 你们俩过去谈恋爱的时候 出了问题都是你哄他吗 就是谁的错一般都是去哄嘛 哦 平时我跟他在一起 出啥事了 出什么问题了 都是我想着去解决 你一跟我解决问题就磨了 我想 那我不得跟你讲道理吗 你磨了两三个小时 万一谁不睡觉 我不是跟你讲道理吗 那我不跟你讲道理 你讲道理 那么喜欢道理 你跟道理过去 别跟我过 这样要分手 你看 不讲理 请我问一句 你们当时这个女生 要到男生生活的这个城市 是谁做的决定 是我俩商量的 是我俩商量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见面本来就少嘛 然后现在毕业了 好不容易能在一起了 就多往一起凑 然后就能在一起时间多一点 你们这四年的大学的这个异地恋 是怎么弹过来的呀 其实就是在异地恋的时候 也想过就是分手啊啥的 然后但是都没有这么闹得这么大 互相忍一忍然后就过去了 好那现在怎么就忍不住了呢 正好他提的分手 我也 然后就正好就分了呗 我也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坚持不下去了 是为什么呢 因为烦心事太多 而且就是 咱们把烦心事归归累啊 性格算一类 对吧 你觉得他矫情 那还有什么问题让你忍不下去呢 就是不太想我的感受 光想着自己 就比如大晚上解决问题 他总想然后就自己逮劲 然后就不让别人睡觉 然后也不让别人休息 我那是让自己得劲吗 我这不是想解决咱俩的问题吗 不想分啊 不想分 为啥兄弟 兄弟这词我不能叫 你们俩之间的叫法 你看 因为毕竟在一起都四年了嘛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些小事 生活上面的琐碎的小事 他甚至因为我喜欢篮球 不让我看球赛 你还好意思说 我有一次在家里上了厕所 然后没有纸了 我就喊了他那么长时间 喊了好一遍给我送纸 然后不待会儿在那边说句好球 那我当时我庆祝那场比赛 詹姆斯绝杀 那我当时肯定很激动啊 我没听着 那你去找詹姆斯 你别找我了 不讲理 还有就是我俩出去旅游 就好不容易能有时间 俩人在一块儿能空出几天 然后去球场岛那边去旅游 本来天气挺好的 然后两个人出街 拿着玩 非要在宾网看球赛 看直播 这我承认 这是我不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第一小事 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他其实是觉得说 通过两个人在一起的 这个相处 他发现你对他 第一是给的时间 陪伴不够 第二个是 你可能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男人 比较矫情 这是他现在 所谓的不给你台阶下的一个理由 你说分手好吧 我分手吧 你觉得这姑娘身上 什么是你忍受不了的 他整个一个网野少女 天天就知道吃鸡 游戏有那么好玩吗 有 我们俩的爱情 我总是处于弱势 我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想强势一回 对吧 然后提出一分手 结果 凉凉 凉凉了吗各位 来吧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凉凉了 关于你们俩吵架这个事 男人嘛 都是讲理 女人讲情 男人说 你不讲理 女人说 你不爱我 其实所有的情侣之间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么个吵法 但是当你把这个 吵架的内容上升到 你们今天来这 现场的这个高度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的爱情 就凉凉了 你们两个都有 跟对方分手的理由 因为这次分手 最先是你提出来的嘛 对吧男生 对 好 男人说 我为什么跟女生分手呢 第一 他拿我赚的钱 去给其他的男人 买了微博 这个事 他是不是说过好多次 是 对吧 很多很多次 很多次 好 因为你这个事 在他心里扎了根刺 你换位思考一下 他拿着你 出去工作赚来的钱 给其他的小妹妹 买瓶香水 你会高兴吗 那如果我要是都认识 你就回答我 你会高兴吗 不会高兴 对 所以其实 他闹心是正常的 第二 出去蹦逼 跟其他男生 对吧 他跟其他小妹妹出去 好好好 嗨 你会高兴吗 不会 那你在明知道 他不高兴的时候 你还这样做 你在乎他吗 你并不在乎他的感受 那我们再来说说女生 也要分手 跟男生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矫情 他有你矫情吗 人在那上着好好的班 你说来你给我扎一针 他在工作 他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你把工作当成儿戏一样 在对待 他今天是当护士 你找他扎针 他要是当的是兽医呢 墨戒 同样你也很墨戒啊 生活当中 出去在酒店里面 一个小时看会儿球 你就陪他看一会儿嘛 你实在没事干 你自己吃会儿鸡嘛 这有什么关系 这样细枝墨戒的事情 都拿出来说 你在乎他吗 还有最观念的 我听到听来听去就一个事儿 是你跟他分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挑食 情侣之间往往有一方就是会挑食 我听到了什么 羊杂和饼干 跟人家俩人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当这些事情都变成了分手的理由的时候 其实女孩不如问问自己的内心说一句真话 就是你已经不爱她了 其实你就是想跟她分手 她说分手 你就借颇下驴 所以你是真的不想分 她是真的想分了 假戏真唱 一手凉凉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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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